12月13日媒体突然扑得刘德华名校公司涉嫌欺诈投资人投资款,有几名男子跑到刘德华公司楼下,指着刘德华的海报招摇过市,引发众多揣测。 下午,刘德华旗下的印尼公司快速做出回应,发布严证,表示对方的指责自虚无有,是对方违约在先。 本公司,印尼剧团有限公司,德西从前天开始有报道,说日山美文创与了有限公司指控本公司涉嫌诈骗,此指控属无极事实。 本公司确实曾理居赞美就刘德华事件循环演唱会,2018-2019香港站签订投资协议书,该协议清楚显明白违约转让,属不可补救的严重违约行为。 市场不时传出巨赞美违约转让的消息,每次巨赞美都依依否认,其负责人更担保绝无此事。 但本公司于8月下旬得到巨赞美违约转让该延唱会投资权与第三方的确实证据。 在与巨赞美当面对之时,巨赞美负责人也只好承认违约转让和道歉。 经审讯考虑后,本公司正式书面通知巨赞美负责人终止合作,并按该协议条款,没收巨赞美投资款。 可是之后,巨赞美表示对本公司终止该协议不符,并要求继续投资刘先生演唱会,否则会采取媒体揭露等手段。 本公司认为双方已没有互信基础,标明不可能再合作。 本公司也向巨赞美指出若不服气本公司终止合作的决定和按该协议没收回投资款的权利,可按该协议规定将正义提交仲裁中心进行仲裁。 但巨赞美反而向检察院对本公司提出诈骗指控,本公司至今还没收到检察院的任何文件。 至昨日下午,在本公司班深处楼下,出现多位身穿黑衣戴上黑口罩男子,手持一眼唱会海报设计而止的广告牌,因为对方没有表露身份。 所以本公司只能猜测这与巨赞美有关,如果那些男子的确是巨赞美派来的,本公司只能说巨赞美是一贯的默示协议书的样子。 企图以非一般手段逼本公司就范。 本公司对此事带来恶不安和对刘先生造成的困扰表示懼歉,希望不会影响大家欣赏演唱会的心情。 本公司绝对尊重合约,也希望巨赞美和其负责人自重。 刘德华一连二十场的红看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而在演唱会举行的当口,巨赞美公司违约在先,却接舆论逼迫刘德华做出让步,这种行为真让人无语。 幸而刘德华公司及时做出版机,六十一年出生的刘德华今年已经五十七岁了,在演艺圈臣服三十载。 不变得是敬业的态度,和有口皆悲的好脾气。 为了这场演唱会,刘德华一直在努力健身和筹备,整个人受了很多金,可见对这场演唱会的重视。 希望刘德华不要被这几个耸然不利己的商人影响,演唱会顺顺利利召开,能开心欣赏天王的演出。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哎哟